我们往往会在电影和舞台上欣赏到男演员们漂亮的肌肉,非常的赏心悦目 但其实这些演员的肌肉并不都是真的 有的男演员腹肌完美,而有的则假道离谱 这里是瞎谈与子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中男性的真假肌肉吧 与君初相识中,任佳如的身材成了讨论的热点 剧中他饰演娇人,一开头就有大量裸露戏 瞧瞧这白皙嫩滑的肌肤,这恐无有力的八块腹肌 一只鱼都能练成磁等水平,凡人实在自愧不如 只不过这好身材完全是假的 其实早在2021年的10月,与君初相时爆出首版预告时 任佳如的身材就上了热搜 词条叫任佳如与君初相时娇人出水镜头 也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买的 一水的网友夸任佳如的腹肌有多杀 迷妹想在哥哥的腹肌里捉迷藏 明察秋毫的路人却表示任佳如头小身子大 比例失调且棱角分明的胸肌腹肌和锁骨 都能看出这并非是任佳如本来的身材 谜底尖小时刻也来得很快 在一则花絮路透里,任佳如果不情然穿着一件塑料肌肉仪 脖子处有很明显的痕迹 这玩意儿网友没少见Corsair常用 还经常出现在一些综艺里 一人穿它来搞笑,制造节目效果 本来就非常假,现在居然出现在电视剧里 多少有点开了眼 不练身材拍戏走捷径,任佳如也被骂不经验 后来宇军初相时的导演朱瑞斌出来回应称 因为考虑到人鱼的尾巴被设计的比较大 为了比例才做了肌肉仪 注意到了观众的反馈 在后期特效方面会进行美化 尽量呈现出大众想要的效果 客观讲拍古偶追求身材飘逸修长 很多男演员在禁足前一般都会疯狂减肥 据说任佳如提前了两三个月开始减肢 178的身高只有110多斤 肌肉量着实不具备观赏效果 宇军初相时原著中骄人前妻必促如人景 后期瘦骨灵循 这样的反差电视剧剧组耗不起时间成本 给不到演员太多时间在瘦肉和剑霜之间切换 选择道具则成了快速通道 某种程度这操作似乎又在情力之中 至于任佳伦身材管理到底怎么样 也可以来研究研究 批评任佳伦完全不健身 似乎并不能成立 出道前她是乒乓球运动员 如何管理身材 她应该比很多男演员要清楚 2016年拍《美人为相》时 能看到任佳伦练得挺猛 手臂的肌肉很发达 即便同年拍《大唐荣耀》 因为生病瘦到了120多斤 海豹拍摄花絮里 她的肌肉也没有完全消失 2019年拍摄消防题材《懒艳突击》时 任佳伦透露为了贴合角色 她私下里每天去健身房 增积到了140斤 所以任佳伦也不是没有为角色付出过 盖章不敬业 难免有一点颜值过慎了 要怪只能怪后期 人家伦出演的是娇人 后期给她整成了娇人 这复制 这满满的塑料感 不为何才怪 其实男演员在电视剧里 穿肌肉衣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2020年夏天 高尾光拍《三生三世枕》上书时 就被网友发现神材造假 路透视频里 她穿了件白色的卫星 粉丝称高尾光穿她 是因为减肥后肌肉量不足 而且剧中高尾光 要穿着蓬松宽大的谷装 虽然身高有一米九 但她太过鲜瘦 衣服撑不起来 把肌肉衣穿在里面 体现要魁梧不少 符合人设 高尾光肌肉造假 但她好歹没在正片里露身材 勉强逃过了一波声讨 但范士奇就有些迷惑了 2020年 在网剧《青青紫巾》中 男主范士奇有场泡澡的戏 为了避免脖子处的肌肉衣暴露 剧组给范士奇 围了根口水巾挡住 结果到了后面 又给安排了一段 女主扒掉男主衣服的戏 乍一看 八块腹肌让人直溜哈拉子 镜头一给到侧面 不知道是塑料衣的脖子部分 做得太长 还是范士奇的脖子太短 领子恰巧卡在了她的下巴下面 更离谱的是 郑主还亲自下场自我打假 甚至剧的官威也出来调侃玩梗 假肌肉搞这么明显 官方还敢以此为炫头宣传的 青青紫巾确实是头一个 不过对剧男说黑红也是红 热点蹭的飞快 也让不少网友知道了 有这么一部毫无水花的剧 正在播出 2016年的老炮中 张寒宇饰演的闷三 那一身线条分明的肌肉 令人记忆游身 后来从花絮中才知道 原来张寒宇这身肌肉是假的 不过不是那种塑料衣 而是为了达到肌肉惊悍的效果 贴上了假肌肉 这一身肌肉装用发泡乳胶制成 薄薄一层方便贴于肌肉上 肌肉分成九块 有胳膊 肩膀前胸后背和腹部 贴上它需要花五六个小时 卸下来需要两小时 而制作这样的肌肉装成本 在30万元人民币左右 网友正见于硬汉张寒宇 都需要造假肌肉了 广虎很快出面澄清说 张寒宇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是个江湖人 为了符合人物形象 需要塑造出那种老皮的感觉 但张寒宇没有老皮 所以才用了假肌肉 前锋曾在我家那小子上 立下减肥flag 并在两个月内成功甩下20斤肉 一喜好的他有点飘 再一次杂志拍摄后 PO了张裸露照 不过这阴影实在是太假了 张一新作为唱跳idol 又是舞蹈担当 不健身不太可能 毕竟一些舞蹈是很持力量的 但他拍摄的某杂志大片 让网友直呼太奇怪了 雄极术的阴影不仅假 甚至更显扁平 而且更像出汉后 阴影粉化开了的感觉 李文汉就更搞笑了 直接在肚子上画了六块腹肌 拍摄盗墓笔记时 杨阳也画过腹肌 不过事后杨阳在采访里 有力往狂澜的给自己挽存 她说自己不是没腹肌 而是在镜头下 灯光把本身的肌肉阴影都给磨掉了 所以才必须借助一下 人工阴影的力量 这么长一大段话 在网友看来 就是肌肉不明显的意思 有网友爆料 在《大闹天宫》里 真子丹也穿了肌肉服 据说真子丹为了饰演好孙悟空 要穿几十斤重的猴毛衣服 每天上妆都要6小时 卸妆4小时 光脸上上妆步骤就多达25道 不仅如此 厚重的衣服还不透气 汗水更是止不住的躺出来 在猴王出世的那一幕 真子丹的紧身肌肉衣 要5个人合力 用滑石粉残的穿进去 难度可想而知的大 在《三打白骨精》中和真子丹一样 郭富城也是饰演的孙悟空 同样也穿了假肌肉衣 同样也十分的辛苦 当然了 也有不少男性是实打实的真肌肉 在《长歌行》里 吴磊为了塑造好的身体状态 为了饰演好草原汉子 让自己更加贴合角色 健身了4个月练出了性感的腹肌 效果显而易见的好 妥妥的自律达人 彭于燕是众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当年为了拍摄反滚拔性 他硬是练出了漂亮的肌肉 看他的丝障肩膀宽阔 胸肌瞩目 身材饱满紧致 线条无可调剔 而且还拥有健康的肤色 硬汗的特征在他身上显露无遗 不愧为肌肉男神 还有邓超在拍摄影的时候 也给自己练出了漂亮的腹肌 剧中邓超一人分饰两绝 一个身形挺拔 一个骨瘦如柴 所以邓超现在三个月内增重20斤 后来又在两个月内减重40斤 2022年 随着电视剧破冰行动的热播 不少观众都被罗靖迷中了 原来很少肉肉的罗靖 居然在剧中开始秀出自己的伤半身 那八块腹肌十分亮眼 也十分标准 让不少展女都流出了口水 罗云西的身材也是相当绝 肌肉饱满壮硕 浑身充满着阳刚的气息 李线十分热爱健身 而且非常注重饮食 因此其身材也非常傲人 拥有着迷人的腹肌 白净婷长相清秀 气质阳光 也练及了一身完美好身材 被称为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行径代表男星 龚俊虽然是浓延系长相 但也抵不过抢眼的迷人腹肌 他的腹肌紧失有心 充满了阳刚之气 陈毅这性感的肌肉罩 也是力量感十足 王一博的海边石身罩中 肌肉若隐若现 神材健硕 肖战俊朗的侧脸 裸露着上身 大秀健瘦的臂膀 和已经训练出线条的背肌 境遇气息满满 其实假肌肉服不是关键 那些只是道具 为了更好地呈现效果的手段而已 观众们真正在乎的是 演员用不用心 剧组用不用心 如果让道具成为演员 不敬业偷懒的哄花员 那观众自然也不会买账 虾米家们 你们知道娱乐圈中 还有哪些男性 用过假肌肉吗 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想法 观众点赞我 将此为你带来 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